為什麼我會唱與大廳 因為我那個時候 不會懂抖音 我說你有抖音 我說沒有 是自動的還是... 是不是唱到某一個程度 它就自然會來 我就是問它 這個是怎麼做得到 然後我就唱與大廳 請教它 所以它有教你嗎? 它有教你嗎? 都沒有 它就在笑 哈哈 旁白哥報報 鄭中基親戶 小學就表演給鄧麗君聽 闖來我家吃飯哦 討教唱功被敷衍了 哦哦哦哦哦 什麼情形 什麼情形 報你知 鄭中基睽違7年2024 再登小巨蛋 演唱會取名為神奇的片刻 Why 第一次出資當總監的 他解釋給你聽 疫情之後 香港以後 我有很多朋友都移民走了 然後要找新的工作 如果要融入 那個新的地方的生活 我覺得是蠻難的 譬如說FB的Post 他們都 報喜不報憂 就讓我發覺到 通到有一些負面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不開心的事情 他們總會 要平衡吧 他們都會找到一些事情 讓自己開心 譬如說你吃到一個 很久沒有吃過的東西 吃麻糬啊 每次因為吃完之後隔天都會 嗯 很辣 很辣 紅毛烈烈 對對對 對對對 所以不敢連續吃 我 一命回來台灣 有 我有想過 我爸是台灣人 香港成長的他 日前才點醒了跟台灣的關係 祈福環球唱片 亞太地區前總裁 兼金牌大風原創 鄭東漢是台灣新竹人啊 入行之後有去新竹 看一次 然後因為這邊有一個叫 鄭師家廟 然後裡面都是我們的 祖先 曾祖父 都在裡面 不能進去 他說是過年 或是什麼時候才開放 所以就都沒有進去 只在門口看了一下 我記得我入行之前 我爸就跟我說 這個世界 只有一個張學 只有一個台灣人 只有一個習慣節 所以 你要好好想一想 你不可以 不會有第二的 所以你自己想清楚 要做什麼 當然因為 因為他的關係 我比較 比較 年紀比較小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有機會 到錄音室啊 看到歌手啊 看他們錄音啊 也不只這樣吧 聽說鄧麗君常去你家耶 都會來我家吃飯 我那個時候應該是 十一二歲 為什麼我會唱給大家聽 因為我那個時候 我就不會懂抖音 所以我愛情 別看我 你愛你 我說你有抖音 我沒有 是自動的還是 是不是唱到 某一個程度 他就自然會來 我就是 問他這個是怎麼做得到 然後我就唱給他 請教他 老師他有教你嗎 他有教你嗎 都沒有 他是 他是不是在笑 哈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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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中基今年在電影 年少日記 飾演虎父 可惜沒入圍及馬 加油兩寶的他是 怎樣的爸爸你 那個角色是我演過最難過的一個角色 每天工作完回家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情就是抱我的小孩 因為在戲裡面 我 說了很多 很難聽的話 對著小朋友 對他們有提罰 打到 很離譜的那種 所以 對 沒有入圍都很好 家裡都老婆扮黑臉 沒有我們都沒有 沒有分 沒有分 因為都希望小朋友 可以一致知道 對是對的 錯是錯的 不會說 爸爸是OK 媽媽是不OK 檸檬是酸的 西瓜是甜的 那你們自己選 但是你選了之後 就把它整個吃完 不可以浪費 如果他們選了檸檬就 他們下一次就不會選 哈哈哈哈 三里娛樂希望可是鹹泥漆 很好喝耶 報導